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我讲你的主食五股杂粮没有摄取到你总品食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时候 你就准备得病就这么简单你就准备生病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五股杂粮是这么重要 但是你要记得吃白米吃白面吃白面包你会胖 但是吃糙米吃全麦有麦腹的面条你会瘦 这完全不一样吃全骨类的你会瘦保持身材 但是吃精致加工的那些食物你会发胖 所以你看我一餐饭吃那个碗这么大的一个碗 我一餐吃五股杂粮粮我一餐平均是吃五碗 你看我食量大不大 可是我怎么都不会胖 为什么 它会帮助你组织器官很厚实 耐力很强 还有性格很温和 然后对人很慈哀可亲 真的五股杂粮就这么好 所以你要记得 那我们就吃这个光吃这个五股杂粮 不你要记得你照我的方式 早餐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不断的告诉大家过 一个水果两个蔬菜一份地瓜一份五股杂粮 这是早餐 然后午晚餐你就照我们讲的比例 五股杂粮必须要占50%到65之间 蔬菜占30%到35之间 然后呢蛋白质 蛋白质尤其是豆类 或是如果你要吃一点肉的话 最多只能占10%到15之间 那么如果能够低于10% 更好 最后一个就是汤占5%到10之间 这个比例你去用餐 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都很仔细地跟大家谈过 我书里面谈到 还有水果就是饿的时候吃 因为你照我这样吃 吃完三个小时一定饿 就是饿了让你的胃可以休息 所以你就最后一饿了就吃水果 一饿了就吃水果 你就不容易 那个饥饿 有强烈的饥饿感 而且你一定要记得 减肥不是不吃东西 减肥是吃对东西 这叫做大吃大喝减肥 吃的多喝的多 但是呢又不会怕还能瘦下来 好我们感觉这个大吃大喝 这个减肥法挺好 那么现场有很多的朋友 这些朋友并不是第一次来的 也不是第一次见到林光常博士的 有很多的朋友都属于是林光常博士的受益者 一直都在吃这个排毒餐 然后有没有减肥特别成功的 其实基本上有吃的都成功 所以你应该问说 有没有认真吃排毒餐的 然后效果怎么样 跟大家分享一下 效果是什么样的 就是非常明显 那个我已经把我那个照片带来给大家 原来是原来几公斤 原来大概能有130多斤吧 130多照片给我们大家看一下 非常吓人 是哪一个人呢 这个吗 我给镜头看一下 怎么可能 我现在这个头型还有这个眼镜 都是我女儿为我准备的 因为她说她妈妈漂亮了 是哪吗 90分吧开始的 91分开始吃健康排毒餐的 然后那时候130多斤 130多斤 就像这个 现在这个 现在我要是穿这些衣服 加上女儿服 要也就112斤吧 这样的吧 瘦了20多斤 20斤左右吧 20斤左右三个月 我可能是决心比较大吧 我一日三餐 我都是这么吃的 所以我可能 我觉得可能下午能比较明显一些 这个肥胖对我们的危害性特别大 李长大哥 肥胖那么危害性 怎么害死我了呢 先说一句话 中国人总会说 这个人挺胖 你挺富态 但是现在的富态 这个词是怎么解释的 富态 就是得了富贵病之后 长得特别像老太太 所以说 为什么会得富贵病呢 主要是因为身体体重过重 那么让人减了肥之后 咱就好了 那么健康一身轻 跑步去北京 这句话特别好 就让我们减完肥之后一起 跑步去北京 因为你每天吃进去的东西 不是促进你的健康 就是毁灭你的健康 那个青春痘 你看冒着不同的部位 这个综艺里面有讲法 各位参考一下 痘痘如果冒在左边 是你的肝肌能成熟 你跟大家分享 很奇特的事情 很奇妙的人生 就会尝死 林博士将会告诉大家 死不排毒大法 陆陆